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我是李慕熙 这个讲是我们谈到如何活用医化的工具 帮我们建构一个解决方案的脾系 那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必须还是回归到原点去思考 那企业的经营它所面临的问题 它基本的核心精神在哪 那当然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用学理来讲的话 我们一定会去谈说 计业的经营一定要永续 要有社会的责任 甚至说要有获利 然后进一步的要去思考 本身的成长发展的同时 对员工 对股东 对社会等等的 它要扮演相当的 英俊的角色 但是从我们经营绩效的观点 我们也不难把它整理出说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在这样的一个理念 一个企业运作之下 我们怎么样的有效的去建构我们的运作模式 然后从这个运作模式里面去找到一些关键的绩效指标 我们要帮助我们在衡量事业基础的时候 能够有所依选跟依据 而这个部分 再回到基本的原点 还是离不开人力资源的迹象 跟事业部门的迹象 我想这个是本来可以透过这样的逻辑 透过这样的方式 就是我们把这一套系统 具体有效的化为一个运用 那如果谈到人力资源的迹象 跟事业部门的迹象 那不妨我们又回到在我们整个系统里面 所强调的所谓擬人化的观念 那这个女人化的观念 我们从图表上可以看出左右两端 当然 音符的方面 我们是切入到流通跟服务的领域 然后在这些事业范畴 事业领域里面 去找到output出来的部分 就是部门的关键绩效 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 跟进一步应该要有怎样的作为 所以在这样投入产出的过程 其实我们如果把它转成 用擬人化的概念的话 这六个垢面 在在地帮助我们 从原点的思考观 去掌握我们应该努力的空间跟重点 那首先呢 我们先谈双脚的概念 所以双脚的概念 当然 你不可以整跟死 所以在人的部分 我们强调 是不是可以把人最基本的投入跟产出 同理做一个绩效的投入 我想这个在简化的系统上 它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怎么样再从简化的系统 再把它升广 那当然可以一步一步的去掌握 同理在事业的绩效里面也一样 那当我们切割成各种不同部门的时候 我们透过归属跟分摊的机制里面 可以知道每一个事业部门的投入跟产出 因此人跟事业它开始启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它所延伸 它是带出来的东西 因此我们从这个延伸带出来的东西 那部门也可以看断说 那这个如果从总体绩效跟个体绩效 我们要怎么看 所以从个体绩效里面 当然我们会从每一个事业部门 它的行销活动 跟它贩售的商品里面 那当然这个是个体绩效最基本的 因为有这个收入 有这个商品业务的提供 它能让我们很清楚知道 不同的事业部门别 甚至不同的品牌别 它所给我们带来的效益 而在总体的绩效 它可能牵扯的面会更入场 基本上它还是从个体绩效里衍生 那这个总体绩效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经常谈说 那我们对商品的要求是什么 那我们对商品的要求 当然最简单的 我们经常会去讲两高一低 所谓两高就是营业额要高 毛利额要高 那一低是库存要低 所以单单从这个 我又要营业额高 又要获利高 又要库存低 其实这个讲起来是容易 但是做起来 确实还是要可以挽工 因此在这个部门 我们就必须从个体绩效跟总体绩效 两者让它入院 那也许总体绩效更复杂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身体 靠近心脏那个部门的桌上 那这个一方面是告诉我们思考的复杂性 一方面也让我们体会到 我们这个拟人化的思维 它是蛮人性化的思考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看头跟区体的连结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从核心层面的思考 跟生化层面的思考 那这个部分 我们会去谈说 把我们的投入跟产出 怎么先从核心的关键要素 把握好之后 再进一步将它生化到 各个细部的部分 所以它所连接出来的东西 我们希望说 它除了强调点的绩效 静态的绩效之外 它还可以延伸到 线的绩效跟动态的绩效 也就是说 除了本期的绩效之外 我们希望 时机跟目标来比 我们也希望 现在的时机 跟上一期来比 甚至跟上一季来比 所以 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 是不是 让这个女人化的思维 可以更具体的 跟我们实际上的业务运作 得以从文的衔接 我们不想带来 我们不想带来